婚外情能长久吗?肯定是不冷的 特别是大部分的婚外情绝对是不能长久的 心理学有一项研究就表明 基于婚外情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这项研究是格林汉姆在2017年 针对15000多名被试的性访谈 那结果表明 关系维持不满一年的人 性欲降低的人数占比是21.5% 而关系持续时间大于一年的人 对性缺乏兴趣的情况则高达40% 而一段婚外情其实基本上就是从 性吸引力刺激激情开始的 之前我也讲过了 所谓的激情刺激就是体类多巴胺 去甲生长腺素和本乙胺分泌导致的结果 而相关研究都佐证了 这种性吸引力通常只会维持6到18个月 最多不会超过三年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 照这么说婚外情长久不了 那婚姻久了 可能连性吸引力连激情都没了 那不是更没法长久了 当然不是了 因为婚外情不具备社会属性 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看 婚姻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生产关系 婚姻让两个人变成了利益共同体 两个人的结合是基于 承诺社会关系财务身份等等 各种现实条件的配置和确认的 哪怕两个人结婚之后随着时间变化激情消退了 但因为有共同的目标利益签判 社会关系法律约束 这些因素天然就会让婚姻当中两个人 从激情阶段转变为伴侣阶段 或者可以叫做共同利益人状态 激情阶段呢 会让人大量的分泌多半案 但持续不久 但是到了伴侣阶段 关系当中两个人就会开始分泌泪非态 让人感受到幸福满足和愉悦 同时这种稳定感安全感 也会让彼此愿意付出更多 来维持关系的长久 婚姻是利益共同体制这句话 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状态 当然如果还能有持续的刺激激情 对婚姻来说当然是更好的 是加分项 但是对婚外情来说 第三者也是人 他也渴望稳定的关系 但他也清楚 自己可能无法得到稳定长久的关系 所以要钱不要人这种想法 已经根深蒂固在他们心里 一旦刺激激情不在 婚外的两个人又不可能成为利益共同情 婚外情就很容易成了一盘散沙 都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了